除了爱国大集会之外 无独有偶 今天雪龙去一带 还有个大型活动 那就是国家运动日 哈里苏卡诺卡拉 那两年前 因为国人过胖的问题 令人担忧 政府呢 就将每年10月份的 第二个星期六定为 国家运动日 就希望国人呢 能够将运动当作 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将五国打造成为一个 充满活力的体育国 那国家运动日 来到今年迈入第三季了 而你今天做了什么运动呢 全国人民又用了什么方式 来欢度呢 一二三开跑啦 脚车骑士们出发啦 为了配合10月份 第二个星期六的国家运动日 雪龙地区的民众 一大精早就到户外一起 骑脚车 跑跑步 跳跳绳 打打拳 打篮球 跟着教练做体操 全民一起动起来 首相那集也以身作则 到国家运动日 江年华动一动 他表示 五国肥胖人数是东南亚之冠 主要是因为国人的 饮食习惯不健康 再加上缺乏运动导致的 那集还一边摸着自己的肚男一边自嘲说自己也该运动减肥了 并指着身边的轻体部长凯里说要向他拥有健所的好身材 被点名的清理部长凯里则很欣慰地表示 经过了两届大力推动 可以看到国人醒觉了 越来越重视健康生活 除了今天平时也会自动自发的运动 除了雪龙地区 今天全国各地包括吉打 霹雳 洪洪等地方也趁着国家运动日 举办了大大小小的活动 信了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参与 希望能够鼓励人民天天运动